新年以来表现最差纪录 新年股市开红盘 投资人确实笑不出来 大陆护身300指数盘中 一度大跌超过5.05% 启动熔断机制 暂停交易15分钟 但是止不住股市一度狂蟹 暴跌超过7% 护身300指数在下午1点半 就提前修饰 整个形势大气候不是太好 如果超股票的话 也需要胜受 所谓熔断机制是一种保护机制 在交易过程当中 当价格波动幅度 达到某一线定目标时 就暂停交易一段时间 控制交易风险 4号大陆股市第一天 实施熔断机制 没想到就已提前收盘作收 整个亚洲股市 也受到入股影响 日股收盘跌幅达到3.06% 南韩综合指数一样惨兮兮 下跌2.17% 台湾难以置身事外 中场加全股价指数 下跌223.8点 跌幅达到2.68% 创下1999年以来 表现最差纪录 而欧洲的德国 法国 英国股市 以及美国道琼工业指数 都开盘大跌 大陆开红盘惨遭熔断 恐怕会引发全球股灾 记者张婉 林介如报道